旅遊業議會召開理事會 通過五一黃金州會實施新規例 所有安排今日行程的接待旅行社 都要在旅行團到香港之前48小時 要提交酒店住宿的確認書 農曆年假期發生細通假期事件 有內地旅客被迫在旅遊包過夜 還有三個星期就到內地五一黃金州 旅遊業議會通過新指引 今月29日開始 強制要求接待內地團的旅行社 如果在行程中有安排救物 必須在旅客到埋之前48小時 要向議會提交酒店住宿確認書付本 以防有救物團因應旅客的消費能力 改住其他級數較低的酒店影響旅客權益 我們發覺了很多是因為旅行團的 購物的成績效果出來 而是如果他們覺得成績不好的話 他們可能很降級住另一間酒店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告訴他們 是課真價實 你在旅客在旅客的旅客 報名是住哪間酒店 他入住那間酒店 就不應該令他們購物的 購買的能力 才決定住哪間酒店 因為我們今次說明 如果他在行程表寫了 是甚麼酒店之後 來到香港 不可以住同級 一定要住同入住同一間酒店 過往有旅行團為節省成本 會等旅行團到酒店的時候 才撿死雞訂平房 旅遊業議會說 新措施可以杜絕這個情況 旅遊業議會說 會抽查旅行社提交的證明 會打電話去酒店核實 如果發現違規 會對旅行社作出處分 包括扣分甚至停牌 無線電視機仔 南海報道